香港心情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美女八足球 我是你們的主持人Venus 我是主持人辰辰 那這裡呢是即將到來的 英超連賽2022-2023賽季的 短視頻系列 離英超連賽賽季的開賽時間 是越來越靠近了 而各支球隊都在加緊 提高自己的實力,為冠軍而戰 能看出來即使是頂級球隊 對他們來說也不是一個非常輕鬆的賽季 相信這是一場萬眾期待的賽季 就像是在拉斯維加斯的賭場一樣 超級的刺激啊 因操怎樣才能成為史詩般的賽季呢? 首先我們需要將主要關注點 放在組成歐洲預選賽席位的球隊 所以讓我們看看這七支球隊 毫無疑問我們希望看到這些球隊 最終能夠升出來 部分先後我們認為他們具備競技的所需條件 首先呢我們就來講一下阿森娜 阿森娜是一支正在經歷艱難時期的頂級球隊 而上賽季他們終於回到了歐洲足壇 儘管這不是他們想要的 但這是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的一大步 而球隊已經在加強陣容 並引進更多的球員 因此我們希望看到一支更加強大的阿森娜球隊 所以他們在2022-2023賽季如果沒有進入到前七名 這將會是讓人非常的驚訝的 那麼來到切爾西 2020-2021年的歐洲冠軍聯賽 又將迎來一個充滿挑戰的英超賽季 在上賽季闖入四分之一決賽後 他們希望本賽季能夠走得更遠 因此我們預計他們會比上賽季做得更加的好 但是他們需要為以離開球隊的球員尋找替補 一旦他們做到了呢 他們將準備好挑戰冠軍的頭銜 但前提是他們本賽季將再次進入前四名 來到六部 上賽季的亞軍無疑是聯盟多個賽季以來最好的球隊之一 然而失去薩迪奧馬內對球隊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但他們已經有一些球員也可以挺身而出了 但問題是他們也可能會失去穆罕默德薩拉赫 因為他們沒有簽下新的合同 因此失去前兩名前鋒 將使球隊難以很好地去競爭 但是他們還是有望在本賽季再次取得前四的成績哦 那麼來到曼城 上賽季的冠軍曼城仍然是贏得本賽季比賽的大熱門啦 考慮到他們如何引進新球員 所以目前他們還是處於榜首 哈蘭德加入這支已經讓人難以置信的球隊 是許多對手所害怕的 本賽季阻止這支球隊並非一世 因此我們認為他們的排名不會低於前兩名哦 如果他們不贏的比賽那將會是一件大事呢 來到了曼琳的部分 曼徹斯特最大的球隊也是聯盟中最成功的球隊之一 曼聯正在經歷一段艱難的時期 在2015-2016賽季歐聯盃奪冠以來球隊還沒有贏得任何一座獎盃 現在他們又回到了比賽當中 我們將關注這支球隊以及他們在比賽中能走多遠 在新任組教練的帶領之下我們希望他們繼續爭奪獎盃 並最終在下賽季進入另一場歐洲的比賽 紐卡斯爾呢被收購後已經展示了球隊的實力 並且有了新的轉回窗口 他們可以獲得更多的補強以確保球隊爭奪更多 這種情況下呢我們看到他們進入前七名 從第七位取代西漢姆聯隊 因此我們在準備2022-2023賽季英超聯賽結束時 靠紐卡斯爾重返歐洲賽場 如果他們能打進歐聯盃或者是歐冠那肯定是史詩級的 來到托特納姆日次 孔帝看起來會繼續執教球隊 而球隊已經在市場上做生意了 這支球隊看起來像是下賽季的冠軍爭奪者之一 要想把他們從前次的位置上取代還需要有一些努力 毫無疑問我們希望日次能在下賽季進入歐冠 甚至可能在積分榜上走得更遠 比如前兩名或前三名